花蓮受风箱一名真姓女子 13号上午6点 开车行进在中心街与中山路交叉路口 疑似没有注意到一名约70岁的妇人正在过马路 直接硬身撞上妇人 造成妇人压在车底 而救护人员赶紧使用油压撑膏器材 将汽车顶高后才将妇人救出 但现场已经失去呼吸心跳 救护人员立即将妇人送往慈激医院抢救 收风箱一名真姓的女子 13号上午6点多 开车行进封山村的中心街与中山路交叉路口 疑似没有注意到一名年约70岁的妇人正在过马路 而直接硬身撞上妇人 造成妇人被压在车底下 112年10月13日6时16分曲 在本辖收风箱中山路190号前发生交通事故 本分局工田派出所获报前往处理 为真姓女子驾驶至小客车 沿中心街左转周山路口 不慎撞上连性妇人 现场已完成交通事故处理及撤退 全案一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4条 第4项自担举发 救护人员赶紧使用油压撑膏器 将汽车顶高之后才能够将妇人救出 但是在现场妇人已失去呼吸心跳 救护人员立即将妇人转送持继医院进行救治 记者临结收风箱才忙吧